卡某车神也有一件变形的玩具 笑火凤凰 双车合体自动闪变战神模式 太酷了 之前只玩过德州变形落地变形 没想到两辆战车对冲竟然也能变形 还有更好玩的 拯救联盟的螺旋使者 长得好像小时候玩过的指尖头罗 不对 炫酷灯光 还真的有光效呢 我记得动画里不止可以装备到 修鞋和载机形态上 头顶和手上也可以 出来我瞧瞧 是不是还原的真和动画里面的一模一样 白色的圆盘 这个是干啥的 透明片片 砸掉 五彩斑斓的 还真的能当指尖头罗 暗光环节下格外的亮眼 原来这个是机甲和头罗的连接件 太有创意了 螺旋使者更是魁梧霸气 就是长得丑了点 黄色的眼睛 绿色的脸 咋看着不像个好人呢 胳膊超级的粗壮 动作也是很灵活 腿上有两个轮胎 看样式应该是载机形态的前轮 后轮设计在了背部 装上头罗试试效果 可以啊 很像会旋转的光束炮 最有意思的是 它还能和后轮联动 拿在手上 戴在头上都没问题 除了难看了点 没啥太大毛病了 这完全就是脑袋上面顶了一口锅嘛 还是变形霸气的载机形态吧 螺旋使者旋转时间 一副硬派越野车的驾驶 前面是拯救联盟的标志 巨大的车头看着很有力量感 尤其是跑起来 丝滑就不用说了 后抖上旋转发光的陀螺 特别像三连发的移动炮台 感觉和两位大师站在一起 气场也完全不输啊 相比之下 效果凤凰这气势一下子就弱了下来 但虽然个头小 玩法可是一点都不少 包装简单明了 就一个玩具 全身各个关节全都是弹簧连接 一碰还不拎不拎的 完全没有猛兽的气势 不对啊 不应该是两辆战车吗 看包装 只有他们的变形介绍 啊 人来中心有磁铁 轻轻一碰就下来了 变形也是超级的简单 很像我们之前玩过的 猛卡车人系列 效果先锋就位 凤王骑士也去吧 哎哎 我天 跑得过于流畅了吧 稍微用点力根本杀不住车 车门的位置就是磁锡的重点 来吧 是时候展示你俩真正的实力了 去吧 合体变形 什么情况 为什么每次都是爬着亮相的 还不给面子了 漂亮 完美 原来是我之前一直没有对准车门 双车一秒合体果然帅 不是漫方镜头 根本看不起他俩是怎么合体变形的 踏保车身的玩具 总是能带来各种各样的惊喜 加上他们 拯救联盟也急得差不多了 现在就只杀昏净土和防暴大师了 他吗 再见